瑞絲團長未找到,街坊聽到拖夜聲 大角咀喪南枝解父母案被疑犯扔到海 那代團長和部分衰肉仍然未找回 昨天早上9點多,水鬼隊去到大角咀浪程灣對海邊 找了超過三個鐘都沒有發現,不排除已經被水沖走了 而發生空案的大角咀海興大樓三樓單位 昨天重案組探員再來調查 預料今天會將放過兩名死者頭腦的雪櫃和其餘精密一起搬走 有住二樓的街坊說,昨天還聽到樓上有拖夜聲 但那段時間,街屋應該是沒有人的 警方查到,原來Henry一直都覺得父母三個出來是錯的 在盆機舖的時候,認識了另一名疑犯Angus 同樣經歷過失敵和失戀,感覺同病相連 後來計劃幫Henry脫虎海,竟然想出殺父母的忍疫大計 兩個人已經被控兩項謀殺罪,今天在九龍城裁判法院提堂 至於Henry的哥哥說,案件進入了司法程序,不想再多說 消息說,遇害夫婦很恩愛的,經常十指緊繳逛街 兩個人都是陪橋中學的舊生,分別在1967和1968年畢業 這麼轟動的案件當然有不少人討論 很多人罵五逆仔滅絕人性 但有唱反調的人在Facebook,說慘劇是兩夫婦逼出來的 結果那個人在大批網民狂插之下,delete status檢查了嘛